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你如果没有想三二道骨 没有想这个后面的 这个火烧来了 后面要刷你的这个追兵啊 已经追到了 你说你还说自己腿痛 脚痛啊 现在累了 我跑不动了 什么理由都没有 站起来就跑 连爬都要往前爬 就这个习惯 我以前记得在打桌的时候 因为打坐猎虎啊 有时候总是做得不好 所以我坐下来以后 我先要观想 我已经死掉了 我是一堆骨头在这里 现在已经死掉了 但是呢 死掉了到哪里去了呢 又没有地方去 就死了还没地方去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们想想 你现在都已经死掉了 还没地方去 你说怎么办 这种感觉生起来 那别的没办法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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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一念说 我要贪心了 我要想到某个人了 你又去轮回了 所以我们想要轮回要解脱啊 就想到自己已经死了 死人一个 腿痛了 你说哎呦腿痛了不行了 不行 他已经死了 你就让他痛 排斥涅佛 这个效果蛮好的 就你想到死 还有一种呢 就是 这个 我在拜佛的时候 经常拜下去啊 看到前面 拜到佛的时候 想到是看到了光明 因为佛就是光明 我看到了光明 可是我后面呢 是三二道的火炉 在那里烧 我心要是不专注 打万想了 那有人会把我抓起来 就扔在那个火炉里烧 三二道就是火炉啊 那个叫什么 油锅地狱是吧 油锅 那个油在那里烧得开开的 然后你要是打万想 摊子只生起来了 人家就把你拿上去炸油条 一想到 就是你拜佛的时候 把后面想到 有个东西在那里 就感觉呢 像那个犯罪的人 后面有警察啊 鞭子在那里等你 你要是犯点错误 鞭子就错过来 这种感觉 也会很虔诚的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 修这个 这个 关这个三二道苦啊 关不起来 关不起来 你直接就想 那个油锅就在旁边烧了 就等你 把你放进去泡 那你去感受一下 把你扔到油锅里 那感觉是不是很舒服 那我们想到就很害怕 所以一想到那个害怕 然后你这个修的是什么法 比如说是净毒涅火啊 是这个打坐啊 是持咒啊 你就会很精进了 你不精进 就把你扔到油锅里去 就自己警测自己 这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想到痛苦 感受到痛苦 你的修行 精进的力度啊 是非常快的 如果你没有想到这种痛苦 其实我们进步是很慢的 你说如果我们在座的诸位 你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 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什么挫折 也不累 也觉得人生挺美好的 恐怕你那里打坐 坐在那里想进步也很难 坐在那里还是太感觉 要去看某某人 哎呀 要去哪个地方喝喝茶 要去哪个地方聊聊天 哎呀 那里的风景又好 太舒服了 你越想就想这些东西去了 还觉得自己美滋滋的 其实呢 那个对修行一点关注都没有 让你继续轮回 所以如果有机会 念三二道苦念不起来 你就去感受 其实这也不是恐吓自己 如果我们这一生没有解脱 这一生到底有多长 谁也说不清楚的 也可能这一生就是明天的事情了 也可能还有五十年 这是说不清楚的 但说不清楚 我们就可以做好准备 但如果到死完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解脱 那个三二道是必然要下去 它一定要下去 你看看地藏经 或者再看看那些 这个地域变相图 看那个图啊 泥梨 人家那个月卓 拿着那个梨 耕田的梨 从你屁股插进去 然后呢 被身体就像 泥土翻开两磅一样 雪崩出来 让你死掉 然后拿着锯 从你头顶上锯下来 锯两磅 风一吹 又合起来 是你想一想 就是那种地域的像 肯定会轮到的 你现在要不解脱 肯定会轮到 所以坐下来 如果想一想到这些情况 离我不远 就在我的旁边 你这样去感受一下 然后再用功 那个进步非常快一点 灭三二道不 好 我们先休息二十分钟 好 我们接下来 前面讲的是 简略的指名 不持咒 有什么过失 能持咒 有什么功德 下面是 广显功德之音 广泛的告诉我们 受持人言咒 有八种功德 第一种 是能灭灾难 大家看经文 三百一十五页 第四行 阿难 阿难 我今未如 更说此咒 救护世间 得大无畏 成就众生 出世监制 若我灭后 目视众生 有能自送 若教他送 当之如是 送持众生 火不能烧 水不能溺 大毒小毒 所不能害 如是乃至 龙天鬼神 惊奇 鬼魅 魔魅 所有恶咒 皆不能灼 心得 正受 一切 咒诅 焰谷 毒药 精毒 淫毒 草木 从毒 万物 毒气 入此人口 成刚入味 一切恶心 病诸 鬼神 圣心 毒人 如是人 不能 起恶 平挪 业家 诸恶 鬼王 并 并起 眷俗 皆 领 生恩 残家 守护 这就是 持人 炎咒 能灭 各种灾难 比如说 告诉阿南 我现在 为你们 更加广泛的 更为 广泛的 说持 人 人 养咒的 功德 能够救 护世间 得大 无畏 第一是 能够救护世间 得大 无畏 就在灾难面前 痛苦面前 能够救了我们 这是 去恶 消灾 更能够 成就众生 出世监制 这能够 升上 所以灭恶 身上 以消灾 免难 为 第一 说如果 在末法时期 活灭度之后 末世众生 有能够 自送 人 炎咒 或者 教他人 送 三支 应当 要 晓得 如是颂词的众生 颂是 念诵 或者背诵 念诵呢 是看着经文 在念 不看经文 叫背诵 词呢 是 按照 人言 咒的这个意识 去行词 那就是 受词 或者叫 诵词 所以 诵呢 实际上是 如果以虔诚的心 去诵 那就是 心词 口也词 心 词这个咒 嘴巴 也念这个咒 叫心和口 就是意语 和口也 与人言咒 相应 那如果按照 人言咒 讲的道理 去做 去行词 那就是 生业 所以 生口意 这三业 都能 契入 人言咒 那么这样 送此的众生啊 他就能够 火不能烧 水不能溢 大毒 小毒 所不能害 这字面上 道理很简单啊 大家 一看就知道了 这即便是 在火宅里 在水里 也不会 冰涅掉 那么真正的 内心当中的火 内心当中的水 也不能 使我们被烧 或者冰涅 心中的火 就是称恨 当你的 生口意 商业 都与人言 相应 这个时候 心中的称恨之火 无有生气 不可能 会生气 所以 这个 因涅 称兴兴起 火烧 功德灵 这个火 称恨心 一生起来以后 或者 某人 讲一句 不中听的话 你生气了 那么一生气呢 这个火 就能够 把我们的 慈悲 积聚的 资粮 烧毁 你内心 就会处在 不安的状态 不舒服的状态 那有人 如果毁伴 正法 你心里面 就不舒服 不舒服 其实就是 火烧起来的 所以心中啊 已经 有火 那么如果 我们与人言 相应 不管人间 如何说法 你心 只是 如如不动 只以 火顶 大光明 来 笼罩自己 所以 心中 有人言咒 绝对不会 被 称恨之火 所烧 水不能溺呢 水 是 贪欲之水 那我们想 好吃的东西 我们口水 就会出来 这水 是代表 贪欲 你这 贪心很重 说你这人 是不是看得 流口水了 就是 水不能溺 不会被 被贪欲 而 淹没自己的身心 淹没自己的智慧 在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人 都会被贪欲 淹没他的智慧 为什么有些人 会被骗了呢 被骗了 就是他太想要东西了 人家就是 安齐所好 来骗你 你太想要了 结果呢 你就被骗了 你 那个智慧 就被自己想要的贪心 被掩埋了 所以 没有贪心的人 他是不会上当的 只有 有贪心的人 他才会上当 贪便宜的人 他才会失便宜 不贪便宜的人 永远都不会失便宜 所以 所以 心中有 佛顶光明 在揽造着自己 自己心中 直向往的是 没有出 没有入的大地 能言定 或者呢 只向往着 佛的智慧 所以 世间 无欲的 这种贪心 就不会 使我们 变成一个奴隶 或者变成一个 烦恼重重的人 在生活当中 有些人说 我这个公司 好像 不努力啊 不去 每天去想 或去发展 就做不下去 会被淘汰掉 其实我观察也未必 那有些人 他就是 做得不大 十年了 他也就这么大 稳定的赚多少钱 他也没有发展 要挣第几名 第几名 他是这样活得挺好的 哎 你每天 总想 去年是一千名 今年要五百名 明年要进一百名 后年要进第几名 你这个想法 多了以后啊 那他觉得 每天都要在这中间 沉默了 目标很远 很广大 不能守护 现有的福德和条件 所以这种人呢 他说是 我不努力 就会被淘汰 其实他的意思是 他不能进步啊 别人就不会对他 这个恋眼相抗 他就得不到 他更想要的东西 所以觉得会被淘汰 实际上呢 他什么都有 吃的穿的用的 都不用愁 甚至他的公司 员工也会正常的运作 所以通常的防腐 无论是上的 还是恶的 都会产生很多的贪欲 来掩盖自己的智慧 使自己变得疲惫不堪 那这种疲惫不堪的 情形出现了 就会使自己身体也垮掉了 最后呢 他们说年轻的时候 拿着健康去换钱 换了很多钱以后呢 到身体不好的时候 想拿钱去换健康呢 换不来了 老了是不是 拿健康换钱 所以这样子呢 就说明啊 被谁 被贪欲之谁 淹没了 那当我们内心 非常有智慧 你的生活 正常践行 但贪欲 或者说你的好药 上法之日 上法欲 喜欢做好事啊 喜欢成就 自己的 他人的 世间的事业啊 这些都是上事 也是好事 但你不会被他淹没 只会健康的发展 所以这个学活 有时候特别重要 就是 心不要特别大 不该自己的 非分之想呢 不要去想 自己努力 也要努力 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增长 自己的定力 福德和智慧 所以这样子 才是个健康发展的 大毒小毒 所不能害 在世间 就是指 世间的一切毒 毒药 毒物 毒咒 恶毒 不能害你 在心灵当中 大毒 就是严重的 贪嗔痴 伤害自己身心的 小毒 就是无名 为什么大毒 是贪嗔痴 小毒 是无名 因为贪嗔痴 往来以后 这个无名还在 所以大毒没有了 小毒很多 甚至最后 我们每一个念头 能生起来的 这个念头 就是一个毒 因为每一个念头 生起来 都有能 有所 能就是我 我在想什么了 我在想什么了 我 就是毒 我们就被这个 我的这个毒 种这个 我 我质的这个毒 一直在轮回当中 受很多的苦 假如我质的这个毒 解除了 那么贪嗔痴 一切烦恼 从此没有 但你也同样 可以感受到 生命本身的 这种清净专严 自在欢喜 各种专严 同样去觉受 但就是 不会受害 不会受伤 不会中毒 所以大毒小毒 说 大毒小毒呢 就说不能害了 如是乃至 就这样 持诵人言咒 身口亦商业相应 乃至一切 龙天鬼神 惊奇磨魅 所有恶咒 皆不能阻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 所以六道的众生 是非常可怜的 无论他 多么厉害 都很可怜 龙 有天龙 有这个 海里面的龙 有畜生道的龙 也有 这个 鬼神当中的 那么一般来说 佛经历讲龙呢 就是指 畜生道的龙 有水里的 有空行的 也有住在树上的 还有地形的龙 有很多种 那么龙一般来说呢 它都有 变化的能力 有变化的能力 像 它的颜色啊 它的行为啊 它的形状啊 可以变大 可以变小 有这种神通 但是 它如果 称恨先生起来 要放毒的时候 也很厉害的 它毒气啊 可以害人 这个天呢 这天人 天人 虽然是 上法 感召 它的天福 但是它因为是 仿佛 果质很重 所以有时候 它会有些恶咒 如果中了 天人的恶咒 那是很麻烦的 但是 天人的恶咒啊 一般来说 它都是中这种 邪恶的人 你如果心地善良 心地坦然 这个天人恶咒啊 拿你没办法的 所以 它的心里面 跟你相应了 所以它也不会咒你 因为天是房屋吗 像有些这个 这个神庙里面的神一样 那个下面是鬼神了 这个神啊 它的福报也很大的 能力也很强 但是它还是防夫 那为什么上人 它没办法 不是它没办法 上人呢 它觉得你是跟我同类的 我不想 不会伤害你 像我们一看到 这个一出去 比如说中国人到外国 一看它是中国人 我们本地人 咱们是老乡 算了 我们不去打 这个天人 它是非三恶 是很分明的 这你如果做坏事 就觉得 看去你三天害你的事情 做多了以后 它看了不高兴了 它就给你下毒 下咒 有这个道理 就是它会 会来伤害我们 但如果你一念人远咒 它也没办法 这不是叫坏人 念人远咒 坏人念人远咒 那实际上呢 就是 天人 它区别的 是非善恶 看到的 基本上我们的 平常行为都能看到 但是天人有时候 也不用神通的 不用神通是什么 就是 它也要来人间看 它看到你具体怎么做 它不用天眼通 你看那个 四天王 这个披萨门天王呢 这北方多门天王 它经常要来人间视察 特别是我们的六灾日 六灾日 为什么我们要持六灾日啊 一个月要吃这几天树 吃树的时候不能杀生 要装模作样 像个休闲人一样 也不是装模作样了 就是那几天修行了 这个人是很狡猾的 天人要来视察了 我们就持树 在那里念佛 共灾 受五戒 八卦在戒 像个休闲人 这个天人一早了呢 你就开始又在那里 吃喝完了又乱来了 就像这个上级领导要来了 我们就规规矩矩的 领导不来了 你也不知道再干些什么 这个人 持栽 他有这个 讲持栽的功德 说平时持栽 为什么没有六灾日的功德大呢 其实是讲现实人间的果报 没那么快 其实也是满骗这个天人的 说实话 就是你的功德 哪一天持都是一样的 哪里有 我六灾日持栽的功德就大一点 那个不是六灾日功德就小呢 如果说功德大呢 那是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那天天人正来视察你了 你在那里吃树 他一看 这个人还不错 我应该做点好事 你使他生上心 使他欢喜 使他做好事 这个有功德 功德大是大在这里 所以这个有些人 孝敬父母亲 对父母亲前面要恭恭敬敬 让父母亲高兴 其实你心里对他每天都好 这才是真正的 你就那么在他面前 让他高兴一下 那还是不够的 但是你在他面前 能使他高兴的 还是有功德 你如果在他面前 也不怎么恭敬 他也没有高兴 那他不高兴 这个功德就没有了 所以持六灾 就是持灾呀 守戒呀 对我们自身来说 其实每天都是一样的 不会说你那天杀人 要放到最后 就会下地狱 这天杀人 你下最 这个放这些 不用下地狱 没有这个说法 但是修行上法呢 就在六灾日或者十灾日当中 有天人来视察的时间当中 说你的功德呢 可能比平时要大 就是你的果报 可能要快一点 因为天人啊 他也很直接的 就是他看到你好了 他就给你吉祥了 你要求他 那就比较灵 他一看 你看不顺眼了 你求他 他也不理你了 结果我们人差不多 所以 这所谓凡夫啊 他没有像佛菩萨那样 如果是佛菩萨 你今天求佛菩萨 明天求佛菩萨 你是个五二十五逆十二最坏的人 五二不赦 十二不赦啊 你要求佛菩萨 他也一样加持你 但是一个坏人啊 他求佛菩萨加持 他的心力很弱 就他坏的念头想习惯了 你让他很虔诚 很专心求佛 这也很难 很难让他能够回归过来 所以 这个能够持重能眼咒的人 每天都在持 时时刻刻 挂在身上 或者呢 心中想着 有能眼咒的这种加持力 那天人 他的恶咒 他有咒了 也不能害我们 鬼和神都是如此 所以有些人说 这个求神的人比较多 我们问之后 像神庙比佛殿还多 求神啊 那有些人就说了 他说到寺庙里面一看 那个神的眼睛 灯得这么大的 是不是啊 灯得很大的 他说佛的眼睛 都合起来很小的 闭着看 眼光鼻鼻关心 他说佛的眼睛 都闭着不看我 神的眼睛大 所以他看我 看得清楚 所以求神保佑比较快 求神的保佑比较快 那你要小心了 他眼睛很大 灯着你要看坏事 他也看得很快的 所以如果你做了坏事了 你对他稍微不恭敬了 你可能就会遭殃了 这是神啊 他就是这样的 你好了 他对你很好的 他很耿直 一般来说 这个人间的神 都是忠义之士 像观公一样 忠义之士 就非常忠诚 非常仁义的人 很讲义气 所以你好了 他对你什么都好 所以他保佑也很快 你要是坏了呢 他要马上把你算账 所以有些人信了神以后啊 这个不信了 或者你再去诽谤了 那你罪过就很大的 那你要造恶报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不信过神 你千万不要去诽谤了 但是佛菩萨呢 他不一样 他看看你 小小的看你 然后呢 他要思考呀 他要观察 观察你过去 现在和未来 对你过去的行为 要进行观察 你现在做的善 做的恶业 对你以后 到底有什么好处 你现在求佛菩萨保佑了 你说菩萨 你给我发大财吧 一下就成为亿万富翁 哎 菩萨就要观察 这个亿万富翁给你了 你会不会照恙呢 你亿万富翁 明天有人来 来来来来来 来这个反架了 来来打劫了 一下把你给杀了 你这个亿万富翁 他千万就不能保佑你赚了 最多只能给你赚个生活 过得好一点就差不多了 这个佛菩萨 他就有这个观察的 慈悲的力量 所以有些人说 求佛菩萨保佑好像 这个比较慢 召集的人呢 他就觉得佛菩萨太慢 如果不召集的人呢 那佛菩萨他把我们看清楚了 那是非常好 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 这个凡夫啊 求佛菩萨加持和感应 总是以自己的愿望 来衡量佛菩萨 你今天求得感应了 说这佛很灵 明天求了半天呢 佛菩萨没有感应了 好像 哎呀 就觉得佛菩萨不灵了 是不是没有佛菩萨 那这种人都停留在迷信的阶段 就初步啊 信仰的阶段 他信仰还不够正性 就对佛菩萨还不够放心 如果真正的有信仰 那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生命 交给佛菩萨来安排 这样的心 那佛菩萨给我们的安排 就从你的行为上慢慢的改善 比如说你 今天求佛菩萨求得很虔诚 可是你做的行为做的不对 那不能保佑你的 你很坏的人要保佑你 赚了很多钱 这就麻烦大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得告诉你 你的行为还要改善 你改善了以后 那保佑你的力度就会更大了 那等他行为改善了 再保佑他 使他和他的 友人的众生呢 都能得到利益 所以世间的鬼神 有恶咒 这个恶咒呢 他是 以他的价值标准来下的 包括这些 精奇 磨魅 精 就是妖精 这些 动物 也在修行 也就是说蛇啊 黄鼠蓝啊 还有很多动物 他就能修行 动物修行以后的 叫做精 有一些众生 是无形的 伟道众生 他要选择一个 一块地方 比如说一棵石头底下 或者一棵树 他停留在树上 停留在石头底下 这叫旗 叫地旗 叫天神地旗啊 所以神奇 神是指空中 天上会飞的 飞行自在的 是空中的神奇 众生 奇呢 是指地上的众生 住在树上 住在石头底下 所以有些人 你在石头底下乱讲话 这个鬼神听到了 这个地奇听到了 不高兴的 如果你在这个树底下乘凉 或者这个地奇啊 地奇有些是好的 有些还是坏的 有些坏的就是 要害人的 比如说有些这个 修行修得好了 他功夫好了 他去吸取 这个动物和人的 这种精气 吸精鬼神 到淡精诗学 吸血鬼 包括这些 都是害人的众生 那么害人的众生 有些 如果他是一般的 稍微有一点慈悲的 他不会把人害死掉 比如说有些人 他觉得自己有附体了 或者呢 气血很不好 那有鬼奇啊来干扰 那么也有一些呢 是在这个 比如说在树上 过去在历史上 也有很多这种事情 就是他这个 这个地奇啊 或者这个神奇啊 树神 在树上待的 但是是上的呢 我们叫树神 恶的其实 就是就是鬼了 恶鬼 那么 他在那里 有些牛羊啊 有些人啊 比如说下雨天 在树下 这个避雨的时候 在避雨的时候 如果他要过来 要伤害你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天神 一些上神 会来收拾他 那如果你是一个坏人 刚好碰到他了 这个天神 也保护不了你 所以心灭上的 他有保护的 心灭恶的呢 要保护不够 那如果有能言咒 在身上戴着 那么这种鬼神啊 神奇啊 他就不能静电 不能靠近你的身体 这个很有 就佛经里面呢 也告诉我们 实际上是什么道理呢 就是 能言咒里面所念的 这后面我们还会讲 就是所有的鬼神的 明字明端都在上面 鬼王都在上面 就各种类 鬼类的 包括龙天 鬼神 惊奇 磨魅 痴魅 王良 这一切鬼神的名当 他的父亲 母亲 他的这个 这个祖宗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国王 鬼王 那名字 都在那里面 所以 他不敢动 他还是对你动了 那就对他的祖先 不恭敬 那甚至呢 佛菩萨的名字 都在那里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能言咒里面运行的内容 是非常广的 如果仅仅只是念一个能言咒星 好是好的 但是呢 还是像整部能言咒化里面 那个是不太一样 惊奇 这个魔呢 是指天魔 就是具体的魔鬼 有些 特别是指六玉天的天魔 那六玉天的天魔 下面还有很多 魔子 魔孙 魔名 那也包括 在人间的 有人道的 也有鬼道的 也有神道的 也有天道的 那么鬼道的这个魔 就是恶劣的习气 影响 这个人 所以有些人 我们骂人说 你这个人简直是魔鬼 你修行了 他来捣乱你 你不修行了 跟他玩了 他很开心 然后呢 你如果往修行道上找一步 他都来阻碍你 这种 也是属于 这个魔鬼的心态 所以 有人眼咒 念心 心里面念的 无上神咒 那么这种 魔鬼捣乱的心情 情形啊 也会少掉 痴魅亡良 都是指小鬼哈 是各种 各类的小鬼 就所有的恶咒啊 都不能 拙 拙就是 粘护在你身上 对你就没有作用 不产生反应 无效 这叫 不能夺 心得 正受 心得 正受 这是最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 能否 持送 能言咒啊 主要是看我们的心 能不能 与能言咒相应 那我们如果 专心念 能言咒 或者是能言咒心 南摩西大多不大了 摩和西大多不大了 你在念的时候 你的心就跟 这个大佛顶 相应了 跟大佛顶相应 那么你的心量 非常广大 你又跟佛相应 心念佛 其实就是佛 那顶呢 它又是无见顶向的光明 所以你即便念这个 咒的本身 在念咒的当下 你的一切感受 都属于正受 所以记得 心得正受啊 心只有跟咒相应 就得正受 那我们大家如果 心念佛的时候 也是得正受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这个时候 你的心的感受啊 是正受 他没有任何 与佛以下的 其他九法界众生 相应的成分 更不会跟 六道轮回相应 你阿弥陀佛 既不会跟三二道相应 也不会跟三三道相应 除非你现在那里想 哎呀你阿弥陀佛真好 你阿弥陀佛 心里觉得 哎呀你阿弥陀佛真好 你想到好的 就是天人相应了 你连好也不用想 就是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跟天道都不相应 只跟佛相应 所以你也不为什么能够了生死 原理就在这里 所以你的心不停的 跟初世间相应 跟六道不相应 那等功夫成片了以后 过去跟六道相应的那些烦恼 那些习气啊 一点一点点都被他净化掉了 所以能够心得正受 一切咒诅啊 就诅咒啊 别人害你的这个诅咒 一切咒诅 忍咒语 坑读药 就是指 这个唇货 汾毒啊 乃至其他的一切 一切毒 这个业呢 实际上就是 相同那个 孟业的业 就是能够压住你的 能够使你 不得自在的一切毒药 包括下面的精毒 淫毒 刚才说生精 还有其他的 草木 虫蛇 草和木 虫和蛇 万物的毒气 万物 这所有的植物 动物都有相应的毒气 所以我们 这个人的生理 生理的机制 这个机器 它是自动的去接受营养 排斥这个毒气 所以我们吃饭 吃进来 总要排出去一些 无论吃什么 总是要排出去一些 排出去的就是毒 所以一切草木虫蛇 都是有毒的 当然像米饭 这些相对来说 它的毒啊 少一点 没那么多 那么万物的毒气 入此人口啊 成干入味 那这个很厉害啊 就是 不管是什么毒 你的心 只要跟人言相应 它的毒气 进入我们的口中 都会成干入味 都会在滋润着我们 不但 不会 使我们的命根 得到损害 而且还会 滋养我们的身心 一切恶心 就是指 这个自然灾害 心是天上的 自然现象 这恶心出现的时候 人间就有灾难 这一切恶心 病诸鬼神 这一切鬼神啊 恶心 圣心 独人 圣心独人 就是 存心 存心 想 让这个人 怎么样 与如是人 不能其恶 以 宋持 人言咒 的人 鬼和神 都拿你 没有办法 不但鬼拿你 没办法 神拿你 也没有办法 他想害我们 那我们 他就 我们就不会受害 所以说 不能其恶 平罗叶家 诸恶 鬼王 平罗叶家 就是 这个恶鬼的 鬼王的名称 并其眷属 一切恶的鬼啊 坏的啊 接领 生恩 禅家 守护 这是里面 有非常奥妙的 他本来是恶鬼 鬼王也是恶鬼 他还带着 他的眷属 还领 生恩 还来守护你 这是为什么 他本来想 害你的 结果呢 反过来 保护你了 那有什么道理 让他去保护你 按正常的情况下 我来打你 打不到你嘛 我自己找嘛 对吧 我总不会来保护你 他为什么会来 保护你呢 这个人也 有一个秘密啊 就刚才说的 鬼王的名称 关键就在这里 以前我听说这个 这个 有一个人 他长了胡子 长了很 这个很 很大的 胡子 很漂亮 这个嘴唇的上面的胡子 也是长得 满满的 很长 然后呢 两边的胡子 也长得很长 结果呢 这个人就看不见 他的嘴了 因为嘴唇的胡子 整个把嘴都盖住了 那个人看了这个人 就觉得很纳闷 这个人吃饭到底怎么吃 嘴巴都看不见了 吃饭怎么吃 好奇 然后呢 想看他吃饭 所以就 过去跟他打招呼了 说这个老先生啊 我中午 他说我看了你啊 这个非常高兴 一定要请你吃饭 中午 请你吃碗面条 然后呢 就点了面条 他说好吧 那就吃饭 他点了一秒 才能吃 诶 他这个 吃面条的时候呢 他口袋里留两个沟 诶 就像那个文杖的那个 沟一样 呃 带着耳朵上 然后他要吃饭的时候 把沟拿出来 把两根胡子 一挂 挂到旁边 然后吃起来 哎呀 他说这个 从来没见过 怎么吃饭 可以这样子的 胡子很长嘛 然后吃晚饭以后呢 然后他就跟这个人说 他说你以后啊 要是遇到灾难 你就念金沟调 咱说 就叫他念金沟调 诶 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那两个沟是金的嘛 金沟调 哦 他记住了 这个叫金沟调 诶 有一次 他在外面呢 正好碰到小偷了 人家在那里抢东西 好几个人 拿路抢劫 抢到他 他突然想起来 他就马上还金沟调 一行 哎呦 那些人赶紧跪下来求了 求他说 你饶我饶我 你千万不要讲这个话 不要 不要跟这个 跟我们的这个领导讲 就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老大讲 意思是说 你要是跟我老大讲了 我会被他打死 什么意思呢 这个金沟调 就是一个 一个流氓团伙的团长 这个黑老大 他在这个时候 你看 人家本来要来 要来 要来抢他的东西 他一念呢 他反而 跪下来求他了 来保护他 守护他 诶 这我们就想到了 这些鬼神呢 你一念到鬼王的名字了 你想 我的领导的名字 你都随便叫出来 那还得了 是不是 诶 你都可以随便叫 那你是什么人呢 他他害怕了 所以他只能守护你 所以其 其二呢 在印度人的习惯呢 就是你如果 称名为尊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是避讳为尽 如果在座的时候 我叫你父亲的名字 你肯定不高兴了 那父亲的名字不是你能叫的 要恭敬啊 要避讳 而印度人的习惯就是 父母亲的名字 一定要叫的 从小就让他叫 直呼其名 但最好后面再加上一个尊号 比如说母母尊哲 名字要叫出来 那么别人如果能够叫出 他父母亲的名字 他很高兴 最好你祖宗十八代 都能叫的出来 那他就很高兴 高兴得不得了 为什么我祖宗十八代 太有名了 你们都能知道 他是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想 这个人名气很大 肯定是大家都知道 他的名字了 像比尔盖茨 可能谁都知道 如果是 没有什么名气的人 那恐怕 这个邻居 戈壁邻居都不会知道 所以呢 他们认为称名啊 实施尊敬 这也有道理的 所以 你一旦念了这个人言咒 人言咒里面 把所有的八部鬼神的 这些鬼王的名字啊 都已经写在里面了 你挂在那里 佩戴在身上 哎 他一看 哎呀 你看 我的领导 我的祖辈的名字 你都挂在身上 你对他都那么好 那他当然是自家人咒 哎 跟他是自家人 所以呢 他要 接领 生恩 哎 他不但不害你 他要领你的恩 哎 你在保护着他们 你在 持送着 他们的名字 这就是 接领 生恩的 原理所在 那为什么 他会领恩 他就是鬼神啊 也不是佛菩萨 也不是圣人啊 还是个凡夫啊 他就要领你的生恩 在能应咒里面 就有这些东西 而且呢 他会参加守护 这一直会守护着我们 这就是 这是 能灭难 能消灭灾难的 这个功德 第二呢 是菩萨 会加持我们 第一是这个鬼神 能够守护 菩萨 能够加持 大家看经文 三百一十六页 第四行 阿难 阿难当之 四周 常有八万四千 挪由他 藤河沙 居治 金刚 藏丸 菩萨 种族 一一皆有 诸金刚 众 而为眷属 昼夜 随事 社有众生 与散乱心 非三摩地 心意 口持 赤金刚 王 藏水 从比 诸上男子 何况 决定 佛提心者 此诸 金刚 菩萨 藏王 精心 因素 发笔 神事 世人 应识 心能 记忆 八万四千 横河 杀 周遍 了之 得无 疑惑 这就是 金刚 藏王 菩萨 能够 加持 护持的 功德 佛根 安娜 说 所以人 知道 这个咒 此咒 能言咒 藏有 八万四千 八万四千 挪由他 横河 杀 挪由他 无央术 无数 无数的 横河 杀 这个 居之 是一个 非常 微细的 这个 单位 单位 数值 居之 那么 横河 杀 已经是 数不清楚 八万四千 又是一个 概数 印度人 把 无量 无边 说成 八万四千 它不是一个 真实的 数字 就是 难以 计数 用我们 人道的 防护众生的 思维 所不及 有这么多的 金刚 藏王 菩萨 种族 这个 金刚 藏王 菩萨 也是 金刚 秤里面的 大菩萨 就是 当我们 获得 金刚 定以后 这个菩萨的 功德 就会在我们的 自信当中 显现出来 没有获得 金刚 定 金刚 定 在解脱道上 就是灭境定 就是你 只有修了 灭境定 你的定才 不动 不会被摧毁 四常八定 世间的定 都不能叫 金刚 定 因为四常八定 都会被 摧毁的 是无常的 这种灭境 五蕴 接空的 这种定 不会被摧毁 所以 五蕴 空了以后 它才能够 彰显出 金刚 藏王的 功德 所以金刚 藏王 菩萨 所以一切 三昧 一切菩萨 都以 五蕴 接空 为基础 特别是 圣人菩萨 如果 没有破除 十八戒 我值得烦恼 那么 菩萨的 一切功德 无从显现 所以把 这种 空定啊 就灭一切 妄法的 这种空定 成为 金刚 藏王 王就是 能够 升起 菩萨的 专严的 金 据说是 在 金属里面 是柔软的代表 钢 是 坚硬的代表 金刚 加在一起 就是 软硬 软硬 坚实 都不怕 软的也不怕 硬的也不怕 所以 金刚 是指 能摧毁 一切 器具 而不被 任何 物质 任何 器具 所摧毁 这不可 战胜者 成为 金刚 金刚 藏王 菩萨的 种族 如果 金刚 藏王 只从金刚 定的 角度来说 就以金刚 定为 根本 而产生的 其他的 一切 定 叫他的 种族 入其他的 一切 以金刚 定为 基础 而产生 一切 其他 定的 这叫 金刚 藏王 种族 那么如果 智慧呢 就是 波动的 定 是金刚 是刚 以波动的 定 而生发的 菩提心 慈悲心 去度一切 众生 这就 柔软的 金 度众生 是需要一颗 柔软的 心的 就是 修慈悲心 当你慈悲心 升起来了 你心会非常 柔软 那么这个 柔软的 心 如果是 以 如如不动的 定 为基础 那这个 柔软的 心就 没有 副作用 所以我们 修行 第一个 需要达到的 就是要 五蕴破掉以后 让自己的心 能够 如如不动 不在 五蕴 十二 处十八戒 上面 打滚 那你获得 像刚一样的 坚定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再来 观修 慈悲心 那非常柔软 那有这样的一个 慈悲心 和 内正的 如如不动的 这个定 以这两个 结合起来 那就是 战无不胜 功无不可 你要度众生 你有度众生的 柔软的心 有办法对付他 你对那些 世间的恶魔 你有自己 如如不动的心 不会受任何 是非好坏的 这种干扰 不会受世间 万伐的 动摇 所以以金刚藏王 作为一切法的根本 所以一一皆由 出金刚众 从 这个文字上看 是指一切正德 金刚藏王 菩萨的 金刚定的 这些菩萨众 和 一起共修的 这些金刚众 就是金刚烈士 大众 而为眷属 昼夜 随事 这是最厉害了 这么多的菩萨 以及他的眷属 都能昼夜 随事 你看灵燕奏 有多厉害 十种灵燕奏 一般来说 我们守一条戒律 就是说有五个 护法神 在你身边待着 然后 修一个法门 也都有相应的 一些菩萨 那些护法神 在你旁边待着 那磁人燕奏 有八万四千 奴友 他横河沙 居治 金刚藏王菩萨 而且呢 还有那些菩萨众 都是昼夜随事 这是不得了的 怎么会达到 这么厉害的效果呢 这里面就是 跟我们的 这个身口一三夜 与灵燕奏相应 这很关键 所以我们 这个学完灵燕奏以后 灵燕经以后 大家都知道 念佛 持咒 止光 无论你修哪个法门 你在修的时候 一定要专注 专心一致 一意地修 只有专心 身口一相应 你才能够得到 真正的功 不是说赏心 念佛就能往生 今天念两句 明天念两句 今天想修了修两下 明天不想修了又不修 你的心里面的那个相续啊 都不能建立起来 所以很难得到真正的作用 那我们在身口一全部相应的时候 这无量的金刚赞王菩萨就在你旁边随时 不管是白天晚上 就昼夜随时 随时随地都在侍候着你 就在你旁边 保卫着你 这身口一上夜要相应 你打了一个万象 你打了一个万象不相应了 那你就不能达到这个条件 那金刚赞王菩萨就成了铁了 就不是金刚赞王了 它保护你的力度就不够 因为你的心没有想让它保护 你的身口意让它无法保护你 所以 你也周围有怎么讲感应 就是你有感 它才应你 你感都不感 你不感兴趣 它怎么应你啊 它有感 你要应它 你都不应 它给你加持了半天了 你都不想被加持 那个水到了半天了 你把杯底朝天 它倒不进去了 没办法 所以我们要想到 蜜中特别强调 叫三蜜相应 就身口意的三蜜啊 一定能相应了以后 你的加持功德 那是非常快的 要昼夜随时 那么下面两种功德是什么呢 就加持的两种情况 一种是 舍有众生与散乱心 非三摩地 心意口持 是金刚赞王 金刚王啊 常随从 以主上能 这是第一种 就是 你还是散乱的心 心还很乱 但是散乱的心 并不是指 你在那里 打腕翔 说 口念密头心散乱 念阿弥陀佛 我要喝水了 念阿弥陀佛 哎呀 昨天某人又干嘛了 不是指这样叫散乱心 就是说 与散乱心是指我们 还是非三摩地 这样的心 你还没有正德 不出不入的大定 没有入定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但是你也要专业 叫心意口持 你看到没有 心要意 意的就是咒 口要持的这个咒 事经的咒 才能够 尝随从 足上来 哎 你要是口持了 心理又不易 心意的是其他东西 那就达不到这个条件 所以心念的专注 专注 非常重要 何况呢 决定伏提心者 这是第二种了 就是决定伏提心的人 是明心伏提 是我们的 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都不够 都不算决定 就我们现在发那菩提心 今天说我要成佛度众生 等一下想想 我要开车去玩 别的都不想要了 你这种就是 发起心 就是一回 这不叫决定 就发心 那发了心以后呢 还在那里生烦恼 这也叫发心 但是还是个烦恼心 那发了心以后 你在那里用功 心慢慢地定下来了 能感受到 心身体比较安 这个时候呢 但是 如果你觉得 我认为